我是台幣小姐 今天台幣扁到32.6元 8年新低啦 會不會扁扁 扁不停 對啊 會不會扁不停 怎麼會這樣 而且上規指數跌要長 有28家跌停 不過今天好消息 期貨正價差高達113點 15年來首次遇到這樣的情況 上次期貨正價差113點以上的時候 台股又載1000多點 還有 美博超級財富的收 人否就台股 還有00929 明天出席 是不是買點 還有一個八卦 零件族群 有機會列入高股席TN5 是0091900940 還是0939呢 換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我是100元Coco 我是哲哲郭忠 來看一下我省100元 台幣一直扁扁到8年新低 32.6元 扁下去了是不是 拉起來 台幣32.6啦 8年新低啦 台幣不值錢 怎麼會這樣子 會扁扁不休 跌跌不休 還有28家跌停板 怎麼慘啦 哎呀 可是美國超級財報酬 人否就台股 可不可以 他今天有個小秘密喔 台子期增加差113點 15年首見啊 15年首見 為什麼這樣 等一下問一下威恩老師好不好 00929 明天出席啊 是不是買點 是買點嗎 還有呢 銀建築群 列入高股息ETF嗎 00919 940 939嗎 是什麼股票 哇今天好多獨家的想法 告訴你 今天要吃什麼 我們今天吃台鐵便當 為什麼要吃台鐵便當 做工的人都要吃便當 你說銀建股 很多做工的人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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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老師 你今天做工的人喔 你這不錯 做工的啦 做工喔 誒 誒 誒 你不知道 做工很辛苦 嗯 要補充 而且要有Whisbee加咖啡 啊Whisbee咧 Whisbee咧 為什麼沒有Whisbee 嗯 只有咖啡沒有Whisbee 沒有Whisbee 沒有沒有沒有 這裡沒有Whisbee 誒老師 有扣啦 誒 它的便當不錯 感覺滿乾淨的 8000 8000 我們就好忽略它就好 什麼吃 你看台灣人很有錢 他來看著我們 嗯 台灣人很有錢 他有80塊便當跟100塊便當 對 我剛剛指名說我要100塊便當 然後呈現80塊 結果送過來之後全部都有80塊 因為100元賣完了 你看台灣人現在真的很有錢 你有沒有 而且我跟你講喔 重點是 它有蛋有肉有菜 嗯 它東西很新鮮 對 真的 台幻人我滿喜歡吃的 你絕對不能吃高鐵便當 我去坐高鐵都吃台鐵便當 我們今天還是去 為什麼啊 不吃高鐵便當 高鐵便當很貴 那時候200多塊 後來好像打成就被打趴了 也沒特別好吃啊 而且台便當我每一次去我都一定會吃 我坐高鐵的時候很期待吃台鐵便當 就跟我坐飛機期待吃飛機餐一樣 飛機餐反而不會期待 我去飛機餐有時候反而沒有台鐵便當好吃 真的 不知道 可能有時候會影響我睡覺 我都吃到飛機餐 我都盡量睡覺 來 我們請教三位 專家中的專家啦 台股到底有沒有便當 我隨便亂塞的 隨便亂講的 請教第一位 蘇薇瑛老師你好 哈囉大家好 我今天來吃一口這個便當 我覺得要吃得像陳桂林這麼好吃 有點難知道 陳桂林 就是周祖 廚三亥 哇 你有豆腐啊 再吃一口 嗯 我有名有姓 我叫蘇薇瑛 也是 老師好 老師他願那天的哏啦 除傷害的哏啦 不過我覺得這個 台鐵便當這個味道是不錯 而且經濟又實惠啦 八十塊的一個價錢 而且真的像剛剛折折講 有菜有肉 然後有蛋 而且營養滿分啦 我覺得滿適合大家 大家真的每次啊 不管做高鐵做台鐵都應該來一分 嗯 真的好不好 台股做工的人 台股現在好像有人覺得做工的人 很多台股現在做白工啊 做白工啦 蘇薇瑛老師加LINE 就讓你不要股市做白工 不要做白工 第二位 哇 薇瑛老師其實 就是 信手年來又成語 第二位更是技術派大師啊 嗯 好不好 薇瑛老師你好 哈囉 大家好 今天台股市跌得有點慘對不對 趕快來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我們的台鐵便當 老師的外套好好看 對啊 新外套 我這個台鐵便當也好幾年沒有吃欸 真的 對 對 對 然後呢 台股市跌對不對 對 然後呢 吃飽了 然後再把握這個拉肺 就跟他大幹一場了 喔 大幹一場 因為吃飽之後有體力啦 對吧 對 也是 台股大鐵的時候盤中喔 我覺得會比較無聊 因為比較早吃午餐了 你知道嗎 比較早吃午餐了 比較早 那吃東西要洩奮一下 盤中我覺得吃比較多東西 是 江老師也有這種感覺嘛 對不對 這個便當好吃嗎 這個是近期吃過最好吃的便當 因為我覺得在空膛不能吃這種 油滋滋的東西 可是你覺得他的東西是 吃起來是乾淨的嗎 對 到一個年紀其實你吃得出來 這個便當到底是 是不是髒的油乾淨的油 吃得出來 對 這個吃得出來品質還蠻不錯的 蠻不錯的 而且聽說台鐵便當晚一點去買 就要排隊買不到 我們就買不到 100元便當買不到 買不到 我們是現場去台鐵買的 去台北車站買的 好 江國東老師你好 對 技術派大師 好 這個台鐵便當台北車站 你們出去的時候 好像在西山門那邊下去 沒錯 就可以買到了 我來是內行的 開玩笑 我開玩笑 常常吃的 江國老師你好 第三位我們不用介紹太久了 好不好 做工的人 來 等一下便當要收回去喔 這沒關係啦 這沒什麼 沒什麼 做工這個 你吃便當 真的很像做工的人 我跟你講 做工的時候 中午吃便當是最幸福的 然後再來一罐冬瓜茶 對不對 然後要上工之前 再來一個威士比加咖啡 喔 讚 好 真的不錯啊 便當給他收回 對不對 還說他不要吃了 就不要吃了 來來來來 先幫我收好 來手給他去搶去搶 等一下因為會噓口水 這個你不吃喔 蛤 還好喔 不會難過喔 不是啦先收著啊 等一下連江江老師一起幫我打包 呵呵呵呵 好不好 好啦 陳老師到時候你告訴我們台股怎麼辦 好不好 好不好 還有你明天還有一個節目要告訴我們說 欸 史上最大的一個換骨槽啊 嗯 好不好換骨槽還有嘎工槽 嘎工槽 好不好 因為五月的時候有好幾千億的資金 六千億的資金要換骨好不好 好不好 欸你要開始喝可樂啊 對啊 被抓到 你不要用紅色就不知道 欸欸欸 欸 紅色的威士比 遮住遮住 遮住好可樂啊 好老師我們來看一下下個樂園 來福利色先解盤 來 有請溫源老師 我已經吃完了 這菜蠻乾淨的 嗯 其實我來 其實我要提醒你了 聽什麼事 等一下跟我講話還是要尊重一點 幹嘛 因為我們做工都會帶一些工具在身上 你的工具也太小了吧 跟你的一樣小 對啊 這個小 這個很尖欸 可是這個很硬欸 又尖又硬喔 好好好 不要小看我這個肩頭慢喔 哈哈 好好 好來 好來 今天的一個大盤跌了115點 那大家會覺得說 體感跌幅是高於這個數字啊 也就是說今天的個股的部分 跌的相對來講是比較重 可是呢 我們還是回過頭來看一下 今天大盤其實當然第一個 往這個季線做回舍 不過我覺得觀察的重點 應該還是在於這個期貨的正價差 台子期的正價差 我覺得才是今天觀察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要點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今天我們來看喔 一般來講 所謂的期貨正價差就是這樣 就是說期貨的點數 是高於現貨的點數 那我們都會知道說 期貨它有價格發現 跟對於未來行情看法的一個功能 所以呢 其實我們也知道說今天行情喔 雖然往下跌 可是呢 期貨的點數是高於現貨 我們直接看期貨好不好 現在大盤是1941嘛 對 期貨多少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期貨的一個這個點數 好 來 像多少 19517嘛 對不對 527啦 527啦 對527的位置 對啊 所以還在漲嘛對不對 原則上是正價差 那我們可以回溯到當然 上一次的一個 而且是正價差百點以上 那我們回溯到上一次 有出現這樣的狀況 我特別去找了一下 就是在2009年 漲那個116點 對 增加差也算116點 好那 之前是2009年 那個時候我記得是 ECFA 對 ECFA 那個時候我剛入台北股市 大概兩三年的時候 因為已經十幾年前的事情 那個時候 台股市連續 兩根的漲停 這個 這個相當的一個金額 而且那個時候我覺得 特別性要在哪裡 當初的增加差是行情在漲 那我覺得是合理的 可是今天是什麼 今天是指數在跌 反而出現了百點以上的正價差 那我覺得 是一個蠻奇特的現象 所以今天的跌 我覺得蠻有可能會隱含著 接下來反彈的契機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重點 就是之前的2009年5月5號的時候 那增加差大概163點以上 也是第一次 也是這15年來 應該是23年來 這個是第一次嘛 那現在是第二次嘛 對 110點以上的增加差 那時候還繼續漲 你看已經 老師已經兩根漲停板 對 還增加差 所以還繼續漲 後面還繼續漲 漲到8300 8300多吧 好像8308點的附近 才開始 休息 開始震盪這樣子 一直漲一漲 後面還繼續漲 後面還繼續漲 對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 正價差的點數 還有一個蠻重要的現在就是說 因為其實 一般來講 就到結算的時候 現貨跟期貨 就是大盤跟期貨 他們才會收斂那個架賞 對可是 現階段 也不會差那麼多啦 距離結算還 蠻長一段時間的 100塊東西 為什麼要110元買 你告訴我 100塊東西為什麼要110元買 要買就傻了嘛 因為我們覺得會漲到120嘛 對 沒錯 就這麼簡單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是殺過頭 就是殺過頭 那既然這樣子 那為什麼大家會覺得殺過頭 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就是OTC 這個就跌得比較兇 跌得很慘 OTC老師我們拉遠一點點 我們直接看OTC的一個走勢圖 這個已經回到過年前的位置了 因為這個其實 大家會 對大家會發覺到 很多AI的股票 二月的時候 一月的時候 對對 重點的股票反而今天呈現了一個拉回的格局 那 他們大部分都是不帶全值啊 所以大家會覺得 今天大盤 明明就沒有跌很多啊 那為什麼這個 這個個股跌這麼兇 其實原因在這裡 可是我們就想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剛剛的 假設跟推論是成立的 指數大盤反彈 那OTC會不會彈 我覺得就會嘛 對那既然是這樣子 大股先彈 那小股呢 當然會從後面啊 說不定啊接下來 小鬼當家的行情 可能又會出現喔 對對對 這個是關於這個 OTC的一個部分 好那我們再往下看 除了大股想平以外 大股也會先彈 對好不好 大股先彈 很冷啊 對不起 你本來 要講說大股想平倉啊 大股想平倉 大股想平倉 小股先跌了 小股 大股想平倉 台積旗 陳老師你對這個正價差什麼看法 其實你剛才講那個 當時五月這件事喔 很多人都沒有經歷過 你又怎樣 你又是害你破產那一次喔 沒有沒有沒有 那一次 我基本上 有沒有做空 我已經忘了 因為被被破壞太多次 被破產太多次了 已經忘了 我記得2011年那時候啦 鎮索歲那一次 那一次你有被害到 2008年暴漲那一次 其實我剛好在前面 把手上的股票都清 2009年還是2009年 2009年 5月 剛好因為行情 對那我把手上股票都賣掉 結果他暴漲 所以我也沒賺到 哈哈 但我要特別講就是說 其實正價差反映在整個市場的一個操作的一個氛圍上 算是一個相當領先的一個指標啦 我倒是蠻期待這幾天 股市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反彈 最近外資又把台積電的目標價調高啦 會調高啊 對啊 奇怪啊 什麼生理想的跟實際做的不太一樣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再繼續看下去 江老師有沒有什麼想法 大盤的行情 對這個大盤的行情呢 很明顯就是季線現在是不是還在上揚 對剛好季線 上揚的情況之下呢 還在助長的背景下回測季線 它是個買點 就是說 我的看法是 20883 因為月K線的 月線的 MACD 沒有背離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還是會過 好了 假設我的看法是 我們的看法是 是有機會打完成的 台北股市未來還是會過20883 那現在問題來了 OTC是不是跌的比大盤多 所以變成說 你現在這個階段呢 OTC先跌破極限嗎 對 你去比較那個高低基期的轉換 所以我認為現在大戶 他會對這個比較更低基期的OTC 反而會吸引更多的投資性買盤 我懂的老師 就是要找跌升股票 所以我們福利社不會 現在最近這種行情 我們不是只想展的喔 我們有很多股票 是告訴你跌升怎麼辦的 所以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大盤那個 這邊外資啊 賣了 賣了129億 129億 對其實我覺得還好 對照今天大盤指數差不多嘛 而且就三位指數他跌很兇耶 跌2%以上 所以其實 今天賣的有點超賣老 大家有點賣很多啦 好不好 而且今天台幣還 32.6 今天32.6 可是32.6 是不是會出去 而且重點是28加跌平 跌停的老師 我們去看一下台幣好不好 看一下台幣 好我們看一下台幣 好 好怎麼辦 對已經扁到這個地方我覺得 主要的原因在於兩個 第一個當然就是從 台積電的法說之後 台幣的一個貶次 好像更加的這個兇猛 因為外資似乎 聽到這樣的一個 這個台積電 比較保守的一個狀況之後 資金有這個匯出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一樣是這個 中東的一個戰事的關係 那因為 因為這個也是關於避險資金 所以最近的美元指數 比較強勁嘛 有類似這樣的狀況 可是我覺得 未來都會都會解決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他也不是說的很差 我覺得市場有點過度反應 他說AI還是成長的 他是說別人很差 不是我很差 對啊 他說是他自己還不錯成長 我跟你講 從法說之後 魏哲家回去很苦惱 我跟他通電話他哭了 他說我沒有講錯 我都是講好 你們為什麼一直說我講很差 對不對 然後他是說去 他是說成長趨緩 結果大家說他說衰退 我都不知道到底在講什麼 他是講別人很差 自己 他自己 他之前好像有三次這樣才測 兩次這樣才測 對 這好像郭哲龍一直講我很差 結果別人說差的是他 這曲的邏輯很奇怪 這個 是不是變強 是的 你這樣講沒錯啦 就是我講你很差 你真的很差 結果害到我了 大家指責你 怎麼會這樣 對對對 沒錯 你衰退了你衰退了 我沒有衰退我被你害到了 對 就因為我跟你黏在一起啊 對 真的是很不好 對這個是一個利空 第二個我說戰士的一個狀況 目前看起來 也還好啊 也越來越虛緩了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台幣啊 在這個地方32.66之後 我覺得 其實 有扁轉生的機會是很高 來32.66我們看一下 現在台幣我們用周線來看 晚上是扁 對 你看不只超過這邊 比那時候12629還扁 是您掛一點點 對 1269還扁 不合理啊 對啊不合理啊 通常是行情不好 台幣也扁值 你現在就2萬點 扁到這邊是幹嘛 那往好處想啊 說不定這邊是低點啊 是不是可以在想 對我覺得是這樣 而且就是避險性的 通常比如3955點的時候 那時候台幣也是扁到33.34喔 是不是 你現在扁得比 12000點台股還扁 台幣啊 這個扁得不合理的啊 我覺得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那個 維文老師有美女問你問題 我是 台幣 老師因為台幣現在我一直在扁 但是我想問一下 台股的指跌 欠扁啊 台股的指跌訊號要看誰呢 看我嗎 我覺得 買盤積極一點會在 本週的下半週出現 下半週 對為什麼是下半週 因為禮拜五有聯發科法說會 這是台股的 那禮拜五的這個美國的超級財報的時候有一些 重量級的一個科技的股票 這些相關的一個個股的話 我覺得 只要表現不要太差 因為現在 講壞會反應 不講也會反應 像這個 這個美超委 他不講接下來的財測 股價暴跌23% 所以我覺得 還是講比較好 只要不要太差 原則上 因為目前看起來 除了特斯拉法人 預估比較差以外 那其他包含像META 或者是比如說虎哥 這些相關的財報 我覺得不至於太差 那台股就有機會 老師等一下我們順便來看財報 好不好 這等一下要講的東西 老師我們先 繼續看一下往下看 好 現在期貨空單很正常嗎 16000口正常啊 嗯嗯 好不好我們當初福利社有講 可能載機指數實施 三次載機指數 實施的時候 前年4月1號的時候實施的時候 4月後實施的時候 那個空單就差不多是固定2萬口左右 那這一次載機指數好像 就我所知可能29號最快就可以確定了 好不好 我們到時候看一下 到時候是空單 確定那麼多啊好不好 會不會像三次載機指數一樣 一時失了 台積電比重很重 然後載機指數一時失了 哇 那就空單固定了一個做空 我們注意看一下 除了這以外老師鬆口氣 以色列跟伊朗 戰勢落幕了嗎 對我覺得 目前看起來比較合歡 因為 在伊朗在11、19號有去講 他擊落三架無人機 攻擊者是滲透的所為 不是出於以色列 所以呢他認為什麼 沒有報復的必要 而且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個地理位置 我覺得這個大家應該會注意到 以色列跟伊朗中間 其實隔了兩個國家 所以不管怎麼樣 不可能說坦克斯開過去打嘛 所以一定是飛彈 可是飛彈不管是 伊拉克還是敘利亞 中間有那種鐵熊系統 會把它攔截下來 所以我覺得 戰勢要再擴大的機率其實是偏低的 目前比較偏向 口水戰 那歹系脫膨 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這個是 關於戰勢的部分 另外我們再看 另外一塊的話 就是聯準會 那其實 聯準會 不好意思我這個先插畫一下 那天是不是很特別的是 居然被打的時候 好像依然不承認被打 對一開始還不承認 對 他還沒有承認 老師他沒有承認被打 那怎麼 怎麼再回擊 我居然沒有承認被以色列打 我怎麼再打以色列 對 沒錯 老師你覺得這個想法怎麼樣 我覺得這是合理的 而且所以 以目前這樣子看起來的話 兩個國家 比較偏向於互相叫囂 就變成說 我一定要講一下 有刷個存在感 就打一下 打一下 像小孩子一樣 現在就變成這樣子 因為其實 如果真的 我覺得兩個國家都 不想把事情再鬧大了 感覺喔 不然以色列也沒有 這次也沒有公開承認說 我打伊朗 對啊 也沒有喔 他如果真的要 報復的話 我覺得不會只是輕輕這樣子 應該會 應該會蠻用力的 可是他去打那種 很奇怪的地方 我覺得就 目前來看是還好 是要告訴他 你打我的領土 我要打回去 可是 我們都打一個象徵性的地方 好不好 老師 不要造成能源的散亡 除了這以外 老師通膨高利率 統治金融市場未爆彈 對我覺得就是 最近幾個利空 就三大利空 第一個台積電 第二個是戰爭 第三個就是聯準會 就是說 整個所謂的一個 降期的一個預期啊 好像是因為通膨 目前看起來 通膨聯準會 長期的一個目標 還是壓到這個2% 那看起來 好像喔 有點困難了 那也就是說 接下來如果說要一個 比較明顯性的降期 市場上面還是有擔心 甚至會不會 變成升期 產生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 這個禮拜要看這些 下面這些經濟數據 老師 你看我們該 稍微再協論一下 你看啊 FED這些相關官員說 通膨高利率 恐是金融市場未爆彈 那我問你啦 你通膨高 我一定要高利率啊 那高利率也不行 可能高利率 可能金融股會爆炸 對 那可是就通膨高 怎麼辦 我一定要壓抑他 壓抑他 壓抑他 壓抑他會不會壓出事情來 那也沒辦法 是怎麼辦 所以這個變動則則就 所以重點是要看這些經濟數據 老師 對沒錯 因為我覺得像 禮拜四跟禮拜五都 相對來講是比較重要 那當然我覺得禮拜四 比較重要的數據是這個 初領失業的一個人數 那21.5萬人 所以 所以預測只是這個 可是我覺得 不管是高還是低 因為現在的市場氛圍 稍微比較震盪 也就是說不管是 高於他還是低於他 有可能都會 短期啦 稍微用一個稍微 稍稍的利空解讀 老師 那至少 初領失業基金人數 現在高一點點是比較好嗎 對 會比較相對來講會比較好 因為至少通膨降溫 你現在景氣不能太好 那沒錯吧 然後PCE 核心PCE 這個也蠻重要的 廢得也會常看的 這個要下去 通膨要下去 然後景氣要壞一點點 然後失業人數要多一點點沒錯吧 對沒錯 GDP不能太熱 沒錯吧老師 景氣要壞一點點會比較好 對 如果以這樣的狀況上面來看的話 當然啦 我覺得 今年度降息還是會有 只是說次數 可能不會像大家 原本 預期的那麼多次 三次四次看起來不會 對可能不會那麼多次 有一次兩次可能就不錯了 所以以這樣的情況上面來看的話 我覺得台股在這個 兩萬點上下附近其實 還是高檔震盪 那接下來我覺得 不管是暫時的和緩 甚至是剛剛提到的台子期的一個這個 增價差齁 這些陸陸續續開始做反應之後 台股還是會直穩 那個股的部分 就有機會往上走 好 個股機會 有機會往上走 老師 那我們再看一下 上禮拜 雪色星期五啦 那個不知道 小兵怎麼想 是Shets的關係嗎 為什麼 大家流血了好不好 流血流汗 怎麼看老師 美超微跌很慘啦 對 因為這個美超微是 是他公布的財報 但是沒有提前預告 出 就是接下來的財測 是 因為過去他每一次都會 再講未來的概念 就是說他對未來的看法 AI的數據 或者是營收的狀況都會講 可是 這次好像沒有講 他有宣布 4月30號公布財報 對 可是通常公布的時候 30次會告訴你 我提前 預告出部業績喔 對 大家覺得是負面訊號 對 這很重要 就像蘋果一樣啊 現在銷售量不好 在銷售量不好之前 大家都知道的時候 他以前都每一季都會預測 手機銷售量嗎 對 老師你有沒有印象嗎 都會預測手機銷售量 後來說我不公布了 所以老師這個 你覺得其來有志 對 要注意一下 對我覺得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是我覺得也不用太 過度去解讀他 是 因為這個畢竟我覺得 過去都有 那雖然這次沒有 不代表說他 一定出來的數字是不好的 對 烏肉偏縫黏夜雨 是輝打也是大跌 對 一起受影響 對因為他每超為先殺 然後再影響到 輝打的一個這個殺 輝打的 訂單就換給他 對 那這怎麼辦 這禮拜還有一個重要的財報 來看一下 美國財報之後 特斯拉、Meta、微軟 那怎麼看 那我看重點 對我剛剛美女問我說 問我說為什麼 這個什麼時候會反彈嗎 我為什麼說下半週 因為 禮拜三的特斯拉財報 我想法然預估毛利率不會好 所以禮拜三 可能不用太多期待 可是禮拜四跟禮拜五 都是重點 Meta 然後呢 微軟Google Intel等等 那包含這 上記營收獲利增幅 其實都有機會往上調 而且重點什麼 這些其實都比較偏向軟體公司 Meta 微軟Google 雲端的 這些的 反而是我覺得 相對來講 如果他們財報表現 不要太差的話 其實因為之前像艾斯摩爾講的不好 股價就往下跌 現在我們要把標準稍微 降低一點點 你只要不要講的太差 我覺得接下來行情應該 他就有機會指紋 那當然再搭配誰 搭配我們台股 老師 那像這個美股財報周 雖然你講的不要太差 有機會逆轉舊台股了 是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些財報 預期營收 大家可以截圖一下 對 我們福利社都有一些相關數據 好不好 或者到時候你直接看他 庞後的公布財報 然後直接 有沒有跳空大漲或大跌 老師已經告訴大家 特斯拉不會太好 Meta 然後微軟 Google Intel 標準放低 有機會反彈 聯電跟聯發科老師 我覺得聯電大概就是持平看待 法說 對法說會的一個部分的話 包含像 包含他要 注意他講全球的一個 今年的成熟制程 可是 成熟制程本來 就很難有大幅度躍進 所以我 對於聯電是比較持平看待 可是聯發科的話 包含像智慧手機 AI手機 我覺得 包含像他天璣9300的晶片 我覺得都會是未來他在這個所謂的 業務發展上面 晶片上面應該都會有蠻大程度的一個發展 包含像他 AI終端的滲透應用 那以及客製化晶片的一些進度 其實 聯發科雖然這兩天股價表現比較弱勢 可是呢 他是這個估值過高的修正 現在已經到合理價值 我們投資就是這樣 我們要找一個 價值 投資的時候 估值比較合理的時候 那現階段雖然 他這個季線是跌破了 可是我覺得說 如果從他的一個 本益比去做計算的話 現在價格其實 不算貴 所以我覺得1000塊以下聯發科 大家可以在這個地方 現在本益比大概多少 現在的本益比其實如果 法人去估的話 大概25倍到30左右 是 法人的估算的一個結果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 從他的一個價格上面去看的話 今天雖然收的 是 算是一個低點啊 966塊 可是我覺得未來的三天 如果這個966塊 不再跌破的話 我覺得在接下來聯發科 只要處理反彈1000塊以下 在這個地方慢慢的再逢低做布局 會比較好啊 好1000塊以下 都可能老師認為是個買點 老師那今天還有一些兩檔 強勢股或弱勢股 我們來觀察一下好不好 我們來講兩檔 這個都跟美超維有關係 這個算是 新美超維概念股 6230的這個尼德柯超重 那這檔個股主要是因為 他的母公司在日本 叫尼德柯 他有接到 他已經叫超重而已 對以前叫超重 後來 後來是日本公司併他嘛 然後現在母公司就叫尼德柯 那尼德柯接到美超維的 一冷散熱的訂單 然後 這個擴展10倍以上 所以他這個消息一出來 連續跳空漲停三支 但 最近的盤面這麼差 他還能夠 這麼強勢代表什麼 代表他是什麼 就像我們以前講 像老AI新AI 他是新美超維 新新AI概念股 對新新AI 因為這個是最近 這個算是 閃亮的一顆星 母公司收到 美超維的訂單 對 然後子公司就受益 在這邊還可以買嗎 對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一般來講 他的高點是273 我覺得最近大盤比較震盪 通常是這樣 大概回檔的大概 將近兩成會比較安全 也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左右 220附近 如果比較保守投資的話 因為最近盤比較正 我覺得220附近的話 這個地方接會比較安全 因為畢竟他的趨勢 是已經形成了 這個是我覺得是可以做留意的 這是比較強勢的 那弱勢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2329的華泰 這一檔個股的部分 其實他也是 美超維蓋那股 那有點偏向 老的美超維蓋那股 那他做什麼的 他是做這個伺服器相關 他接美超維的一個訂單 好那我們看 今天的一個股價 不見新人校 不見舊人苦 都是美超維 那就是說 市場就是這樣 喜心厭舊 可是回過頭來講 我覺得 剛剛講到操縱 是比較適合做短線 可是如果講到價值投資 他現在的本益比 其實大概也是 15倍到20倍左右 其實相對來講 是一個比較便宜的位置 58.2 那如果我們把 時間拉長一點點去看 其實他已經跌到哪裡 跌到這個 他剛開始的這個起漲點的位置 所以一樣的道理 他只要在三天內 不要再破一個新低的格局之下 我覺得他也是有機會觸敵反彈 那這個地方呢 如果是空手投資人 這邊或許可以做一個 慢慢的一個建倉布局的動作 好這些AI族群 謝謝老師 老師看從 一個 通膨太嚴重 然後講到這些 AI概念股 美超維走勢很弱 然後是你講一些新的AI 舊的AI 都是美超維的一個概念股 所以我以為老師 大家可以參考 加一下LINE好不好 這個就是一樣 就是點我們節目的標題 標題 點完標題後 手機拿紙點標題 就可以 怎麼樣就有連結啦 老師連結就出現了 所有老師連結都可以加 好不好我們來接下來看 下個單元喔 熱門股ETF該選誰 我們因為AI很熱門 我們現在每一天 都會創造一首AI的歌 好不好 今天的歌還滿好聽的 好聽喔 我們來播一下 來播放音樂 還不錯喔 明天到底誰最標 明天到底誰最標 這個 輕快一點 每天都有歌一下 好不好 我們是以綜藝界 我們是要綜藝財經節目 財經啦 綜藝財經節目 綜藝財經 沒有綜藝就沒有福利社 所以我們請教威晏老師 好來 跟大家報告一下兩檔股票 第一檔是3708的上尾頭 那這一檔算是近期很罕見的強勢股票 因為今天 所有的重電股票其實幾乎都回啦 可是換成風力發電的個股開始出現一個上漲 原則上 因為它主要是做這個葉片素質 就是那個風扇喔 在轉了那個風扇的一個這個葉片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它比較偏向政策概念 也就是說AI比較弱的情況之下 它似乎單剛起這個接下來台北股市喔 有機會做上漲的一個 算是次主流 因為我不敢說它的主流 可是次主流是有機會喔 所以我們當然看到今天它留了一個這個小小的一個上影線 那原則上面來講的話 我覺得就等待它震盪亮縮的一個買點 因為它的一個訂單 其實不管是台灣甚至連海外的部分 包含像歐洲跟其他的國家 它都有接到訂單 所以這個是一檔可以留意的個股 那如果說有強的也有弱的 我們來看一下弱勢的喔 3017的企鴻 哇今天打到這個跌停 大家應該是這個心驚驚 這個跌下來怎麼辦 我跟大家講 其實你看 今天的企鴻剛好是打到這個月線 那待會我們要判斷啊 月線到底有沒有成一樣 就像剛剛江江老師講 它的季線是往上揚 對嘛季線往上揚 其實這個原則上就是多頭走勢 而且呢 我們一般來看基本面技術面 籌碼面三位一體去看嘛 所以它的基本面的一個走勢 2024年到2025它的3DVC的風扇 出貨會超過20倍以上 跟過去比起來 所以它的訂單絕對沒有問題 後面來講的話 只要搭配技術面質問 那從外面 把人再重新買進的話 我覺得 今天跌停喔如果是空手投資的 欸有機會買到甜甜價喔 給各位做參考 好有機會買到甜甜價 甜甜價 希望啦趕快買到甜甜價 對啊 好不好趕快台股添上去好不好 然後到時候就下個單元 股市甜甜圈喔 馬上 那股市甜甜圈誰來講 江堅老師 所以我們先來 請他垃圾一下 講一下 鴻海跟廣達 好的今天帶來兩檔 當初來來比較 比鴻海、廣達誰 股價比較強 看起來 現在分數勝負了喔 廣達最近跌滿慘的老師 今天帶來兩檔適合長線滾雪球的股票 他特別是2317的鴻海 他在基本面上出現一個蠻大的轉變 我們記得在GDC大會裡面呢 我們講說 這個新的晶片呢 推出之後 這個AI的世代進入GP200的時代了 那因為鴻海還有個技術呢 讓這個CPU跟GPU 可以用一個互聯的方式呢 產生一個新的晶片 這個晶片的效能是非常之大 也就是說 園區講說 鴻海自從GDC大會的公佈 這個互聯的技術之後呢 他就變成他擁有什麼 擁有一個很強大的自備的降溫 這個液冷的降溫散熱的技術 因為這個技術 有可能讓今年開始 鴻海在伺服器的市占率 大幅度的飆升 所以我現在我問了個 這個頭心的朋友 蠻多人這波鴻海拉回來之後呢 虎視蛋蛋 我用四個字形容 虎視蛋蛋在等低檔的買點 那就我請導播幫我鴻海切成周線 這個周線我認為 個人認為技術面是很漂亮 為什麼呢 他波段一 啟動之後呢 一漲漲5周 那漲5周 本周是回檔第三周 漲5拉回3 就形態上面有點像N字形 拉回的這個角度 而且他拉回的時候這個角度呢 這個幅度呢 並沒有達到0.382 所以比這個一般的正常的回 這個回撤來的強勢 所以我認為 這個低檔應該在136 140附近 可以給各位來做參考 好 第二個是廣達的 我們記得廣達 去年也有曾經一個修正波 修正回來的 每一次他即便跌破月線 跌破季線呢 他這個股價逼近半年線的時候 都是個長線的好的買點 主要是什麼原因 主要是我們從園區掌握的訊息說 今年第二季開始 第二季Q2 Q3 Q4 那廣達的營收成長的獲利 都的幅度都會蠻大的 所以我們認為看起來 今年EPS 因為他的毛利率 已經再也不是毛山道士的 今年甚至有可能要挑戰 人體的毛利率來到 要挑戰雙位數 9%到10%這個附近的邊緣 所以今年的EPS 極可能跟去年比較起來呢 大幅度成長5成 所以以目前來看的話 本一比也是相對的 適合一個長線滾雪球 這個買進 布局的甜甜價的這個區塊 所以我認為 230以下的這個廣達 可以稍微留意囉 好 230元的廣達可以留意喔 天鐵真的很長 很長 真的 天鐵價出現 衛恩老師 這樣開一次便當喔 休息了是不是 要補充能量 對 要補充台湖的能量 很累喔 對不對 好 江老師 管達真的跌滿慘的 希望他有 除了這以外還有很多人 哎呀 我是買ETF啊 我又不是買股票 怎麼跌也跌很慘 也跌 那個00929 合績 一起講一下 陳昱老師你好 其實這幾 因為明天 929要除息啦 可是這一波 其實修正的幅度還蠻大的 那就籌碼來講 我先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外資還在持續賣 他賣多少賣了5萬張 自營賣多少賣18萬張 可是那時候不是有講到 好像這是有人在申購嗎 是不是 對 自營的賣出 其實他代表的是有人要買 他是批貨出去 所以這個我覺得倒不用太過擔心 那主要我覺得是外資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有趣的是 這幾天官股其實一直在 護盤他就一直買高股息的 看起來好像 官股護高股息 你不要說我有弊端 有弊端那是他們的問題 不是我問題啊 我買ETF哪邊有錯 那把ETF分散出去 你們自己去買股票就好了 對 那所以實際上 我覺得如果從 整個操作的角度來講 很多人在想說 那我明天 除息可不可以再買 因為他現在的價格是19.55 明天除0.2 那減完是19.35 實際上算下來這樣的年化的年化 我們講單一年化 未來能不能維持 我不知道我們就這一次來講 其實有12% 那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除息 你說可悲嗎 我認為是ok 我認為是ok 有除息 有除息就有出息 對不對 而且就ETF的角度來講 我今天又不是在做價差 當然 疊越多 殖利率越好 越適合分批來佈局 所以我個人是用這個角度去出發 那所以明天 值得 還是我覺得可以來做一個佈局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就除完前期 你反而覺得可以買 對對對 蠻兇的 好不好 這也回覽蠻深的 49.53 回覽21.87 差不多 老師也差不多 是快10%喔 對對對 那跌得蠻慘的 超過 差不多10% 對 所以老師這ETF跌10% 其實可以考慮在進場 可以考慮 另外一個老師 你的好朋友今天沒來 對 我們就找他的股價 哎呀 你就找核基來看一下 看核基可不頂上去 能不能頂喔 不好頂啊 因為最近有人說他仿冒金城武啊 有人說啊 就他嘛 他現在不敢講他自己是金城武 因為你都一直虧他嘛 根本就不像啦 那我們也發現好像也不像 那我們為什麼一直講他是金城武 他自己講的 真的是蠻無聊 他自己講的 好我們先來看今天其實 重電股今天都重見弱嘛 那你看核基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華城好了好不好 其實 指標股是華城 那華城之前 高 在高檔震盪 大家都認為說 好像沒事沒事沒事 就今天正式的就 長黑就下來 所以當然引發了重電股的一個壓回 不過我們回到 核基本身來看啊 你就他去年第四季獲利大概0.86 那我用這個0.86來推估 假設他未來每一季都能賺這樣的錢的話 實際上過去股價在三開頭的時候真的是便宜 可是現在其實已經漲了一倍了 所以大家也開始有風險意識風高獲利了解 但是如果重電股有比較大幅度的壓回 當然現階段 你在這時候馬上去承接我覺得風險是有點大 但如果壓回到我剛才講四開頭或是三開頭 其實他今年的在手訂單還是五十億也沒變啊 對不對 那你一回到四開頭或三開頭你的本益比還是很低啊 基本上我覺得那時候還是可以來適度的做一個承接 也不用因為這個黑K就 一下子就感到害怕 產業的趨勢沒變 逢低檔再來做一個承接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策略 好 謝謝老師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個單元 陳老師那也要加一下是不是 可以 連我們的標題都可以加到 你看他為藝術犧牲了 你看 小心一點 要害怕你有沒有感到害怕 就很細啊 對不對 硬喔 但是硬喔 陳老師已經迫不期待 不是 江堅老師已經迫不期待上來了 他已經受不了 受不了了 你們講那麼多垃圾話 老師今天穿著他 應該是我們的主持人 我是還好 老師你這個是泰國的嗎 是 你看泰國的東西嗎 這個是 東京鐵塔 東京鐵塔 銀劍不能移 現在噴出去了 老師重點是我們還有八卦 銀劍族群有些股票 要列入高股息ETF 是列入00919 940 939 老師你這個點閱率一定很高 不到時候來問你 來問你一下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現在看是不是 我們看到 先看房價開始 對對對我們先講一個議題說 這個中東戰爭打假的 這個打房好像也是打假的 我們這兩天他被股市跌滿差的 對不對 會不會也是被打假的 所以我們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個新的清安政策讓這個 我們看上一張 這個我們看這個標題 讓這個營建股一路噴 青年安心政策 對新的清安政策 青年安心政策 我們看到新移房屋的指數 從2020來台灣房價 漲幅46% 這幾年時間而已 這個幅度是很大很大 五年不到 那不是十年不就攢一倍嗎 真的 所以 最誇張的是我看到這個 很誇張 還今天員工薪水增加 因為他們很多人抱怨 增加什麼 對 但是因為新竹縣市 哇這個科學園區的這個腹地 這個漲的幅度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大 82% 對我小時候經過竹北的時候 是一片荒野 對老師你是苗栗人 對 我待會講 你有沒有後悔 那時候買一買 隨便買買個農地 真的 現在幹嘛出來拋桃肉林 對我們家以前是養豬科學園區 這是總序廠 現在變台積電的腹地 你家喔 對 你怎麼不早講 真的 早知道我就不要來台北了 你會不會賣掉了喔 是 沒有我們家前面的腹地 前面的鄰居的地不是我們家的地 差好多喔 真的差好多 差一點就一地之隔這樣子喔 對 那你們地就不值錢 他們地就很值錢 但是未來會有什麼 那個產業的重化 重化的時候還是會慢慢的擴延出來 所以你有機會 對 是我的叔叔伯伯們有機會 他們的地 他們的親戚小孩子 對 然後呢 你看新竹縣市的房價 我漲了82% 嚇死人了 其實這不只是新竹縣市 全台灣的這個房價 都是緩步的往上供 新北市 對 山蟲啊 新莊啊 板橋長很刮的 沒有 對 特別今年高雄的朋友說 高雄的房 新的建案 賣得很好 天怒人怨 前幾年外季的高雄房子 都十幾二十萬 是 老師今天都三四十 四十萬起跳 而且有那種 越來越買不到的那種趨勢出來 趕不上去 老師所以難怪銀建股最近那麼強 對 非常之強 整個噴出啊 我們看這個右邊 新竹縣漲了82% 你看那個新的 四年的時間 新安的住漲房價 一直漲一直漲 會不會一直爽 真的 我是覺得 對人民而言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是 其實我記得以前 PDT有 房地產版 好像叫Homesales版 現在以前很多人做空跟做多 這幾年只剩下做多的 是 大家現在沒有人在喊做空 對 大家受不了都買下去了 對 當然是受到新的清安政策帶動 今年前兩個月 預售屋的這個街肉的巩計 這個總共的數字呢 是1.9萬戶 但是而且那個街肉的銷售金額 高達3202億元 年增幅高達150% 哇才兩個月 這個速度也真的太快了 因為老師這個變得很多低價 尤其你看為什麼高雄 為什麼你說高雄也好 台中也好 因為他很多房地 房子是1千萬左右的 是 那買1千萬也要是貸1千萬 寬限期五年 這不用還 對 寬限期是只要 五年的時間 只需要還利息 而已 只要還利息 那就是利息OK 對 負擔稍微輕了一些些 這五年 那個買比租便宜 對 因為利息又是比較低 所以最高可以貸1千萬元 然後寬限期最多五年 而且最高40年的房貸期限 對 所以這個是應該是前所未有的一個 吸引前所未有的買盤就出現了 對 那我們看那個聯絡中心 去年第四季房貸的樣本數 5.4萬件來看 平均每三件房貸就有一戶式行情安 是 這個比例也是 比例很高 然後40年來看 緩一緩你可能30歲買便70歲了 然後就傳給小孩子 然後小孩子變富二代 負債的負 負債的負 OK 就是說這個 預售屋 而且有這個亂象頻傳的這個事件 這個就是我們 我真的是受害者 為什麼我們 我是頭份國小出身 我在念頭份國小長大的 頭份 頭份這個 竹科的外衣效果 最近頭份的房價 因為以前竹北賽跪到天儒人院了 那我都要去台積電上班 我一個是往北往下 那我可以瞄立 瞄立 瞄立頭份到竹科多久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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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電的廠房在竹南 對 竹南的旁邊是頭份 所以很近喔 30分鐘喔 沒有10分鐘 10分鐘 哇 那幹嘛去買竹北 難怪你家是那個 真的喔 對 你知道好一點 你有沒有土地要賣我 我打電話問我叔叔 然後呢 所以比竹北還近喔 近很多很多很多 對 新的 對 那個腹地是整個都融合在 我等你好一點 對 你有什麼消息跟我講一下 是是是 ok 然後我舉個第一 實際的例子 就是說因為 我們家的很多親戚都在 做竹南頭份 能不能長大的 所以呢像我姐姐 她把他們的 因為 開始被重劃了嘛 甚至要被政府徵收對不對 然後是 確實上是賺了一些錢 可是她想要把房子賣掉之後呢 她想要來台北近一點 她想要搬去桃園來住 結果呢 她半年前去桃園買的房子 半年後 因為沒有買 半年後買不到了 半年前問的價格 已經買不到了 半年前的價格 只能去跑去中壢買的 就是說你看這個市場的供需有沒有 真的在台灣出現一個 蠻失衡的狀態 有一點泡沫 對 只是這泡沫不知道 到底泡不到什麼地步 對 然後你只要講泡沫 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助長的這個 這個房市的風向球 對 2008年以來3月份 首度亮出黃紅燈 就是說她也是一個過熱的 一個訊號出來 有喔 對 那你說2008年16年以來 首度出現一個黃紅燈 當然呢 黃紅燈是一個景氣很熱的一個 這個現象 可是如果它維持半年 維持一年之後 那肯定會泡沫 就是這個景氣循環的這個狀況 因為是成長繁榮繁榮 或是趨緩嘛 有沒有 你知道不再不再成長 那就是趨緩了 趨緩之後 你看那個美超維就是如此 上一次公布財報之前 有調高財測 那這一次只是沒有而已 你看就變成一個趨緩 那趨緩就有很大的 就有很大的問號 這講到很多數據喔 可是你看喔 可是大家有什麼 因為你講的FOMO效應 怎麼樣 是 怕漲你追不到啊 買不到 現在已經很多人放棄了 你知道嗎 你說江板橋 也算半個板橋人 你看那江翠北側地區啊 那邊其實那邊很多房子喔 很多 你下滑江橋很多 那建的很漂亮喔 可是其實很 你去去問喔 很多說賣掉 可是賣掉你看又沒人住在裡面 你不知道 然後其實還是很多沒有賣掉 那邊很多空房 可是每次對外銷售都說賣掉 反正從一瓶五十幾萬啦 現在已經一瓶快要到八十萬元 才四五年前 希望你趕快去買的意思 趕快去買的意思 我覺得那邊有點泡沫化 可是感覺買盤又很堅定 可是看很多數據 就覺得那邊很多空 就是那個房價 房價一直漲喔 房價掉不下來 現在不可能買到五十啦 現在七十也很難買掉了啦 慘了 可是那邊也離捷運站 某些特定區域 離捷運站好像是六號出口 會比較近喔 可是有些都離捷運站很遠啦 是 那我覺得那個有點 房價有點過高了啦 好怎麼樣 美女人來問什麼 這些房子啊 都是做工的人做出來的 那我一直想問這個做工的人 那我這個母的怎麼呢 你怎麼母的 母的是什麼呢 怎麼做做工 公母的喔 對啊 你做工啊我做母的 那我是怎樣 好難接喔 應該不會是湯姆的妹妹 母湯吧 母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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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就母湯啊 好不好 很難接啦 你講這個只為了這個爛哏 對不對 他想很久喔 很久 我還不知道要怎麼去接 母湯 絕對不要碰 這種女生不要碰 是 所以老師這個房子 看起來我們再看一些數據資料 對我看到 跟這個去年來做比較 這個同樣 一到 今年的一月份 跟去年的一月份 來做比較的 這個預售屋的交易的這個建數 那個大幅度成長一倍以上 那滿班的金額也是 也是畢竟成長2.5倍 對 所以這個是 目前我認為是 預期性的買盤 已經受不了了 就你講的那個FOMO FOMO 已經害怕散漲 我就投降了 對 我整個投降的 對 像我剛剛舉的例子 我姊姊她現在 桃園買不到 她準備要去買中立了 要買中立了 那可是苗栗的房子賣掉了是不是 賣了 賣掉因為賺不少 是 老師他可以買 順便買竹北 要之前要坪數大一點 要坪數小一點就好了 對 好不好 所以反正長得很誇張 真的很誇張 再看一下這個數據 我真的還是看一下 雖然這個製作人一直都畫圈圈 2020年來漲幅 動輒五成很正常 一千萬 三四年前一千萬 然後在這邊 漲到 怎麼樣一千五百萬 對 但是你不要看這個 台北市只有27% 因為台北市的分母比較大 更貴 對更貴 台北市278也是漲 多萬 台北市很大 四零 北投那邊也算台北 對 其實有些東西漲30% 40% 這跟大家講 2020年也漲幅 這個也蠻誇張的 還是我們順便看一下 除了這以外 可是聽說 就是因為房價一漲不停 所以營建股 今年大家有看 殖利率提高 對 聽說原本殖利率就很高 動輒有9% 7% 對 因為所謂的EETF 特別是這個 注重殖利率的一個選股的部分 如果這個營建股的殖利率 能夠往上做提升的話 未來有很大的機會 被納入EETF成分股 這樣的話 它的固定性的 吸引的買盤的潛力就很大 而且你看 如果有一家的新的EETF 納入的營建股成為成分股 會不會有第二家 所以以後會有所謂的想像空間 我們來看一下 最新的統計的這個數字 營建股的殖利率有沒有放大 營建股的殖利率的排行榜 目前看起來第一名是黃榮 9.1%的殖利率 1442的民宣是6.9% 那5508的永信建是6.9% 那德昌是6.8% 那63188的新榮藤是6.5% 是這些營建股都比較沒有名氣 除了永信 我才出選起來 不過真的 所以這比較小建設公司 老師 是每一家建設公司 殖利越高就可以列入這些高股CETF嗎 當然不是 因為高股CETF 有它的選股的條件性 比方說市值要300大 固定的配息 或者說過去的ROE等等 規模啦 市值 不能有連續虧損的情形 我假設901開始就快2000億了 你叫我買一個小型股 洞洞拉拉展平板 所以市值一定要一定大小 所以老師你畫這個紅色圈圈 這個紅色 目前看起來這個殖利率 前五名的這個 營建股裡面 唯一一檔 我們看起來是5508的永信倩 它被納入ETF成分股的機會 是蠻高的 而且是 是不是919 我們那時候 去919 而且老師你看這9.1 6.9 6.9 6.8 6.5% 我們看一下 晚上看一點點 我們放大一個看 他比那個 00919的這個 殖利率排行榜的股票 都高蠻多的 都高 所以應該是有蠻大的機會 被納入一個 6.9 你看最高 比長農還高 是比長農 是那個 是那個 919好像也是940 是940最大 對不對 919最大的 對 919排行 你看這前幾名 所以永信鑑也好 或者這前 銀鑑股好多 都 對你也講到好多 另外一檔是2548的滑跪 也是蠻有機會的 又有機會列入 又有機會列入99 對 因為它的殖利率也有高達5% 919 它有一些選股規則 然後我們那時候 我們有講過 這選股規則是什麼 然後哪些銀鑑股 或哪些殖利率股票高的 有機會加進去 加進去 有919嘛 還有939 是 還有940嘛 在5月半換股 好我們這邊有個連結 你們可以大時候看一下 好的 所以這個從銀鑑股來告訴你 其實 它的殖利率真的很高 是它9.1% 你看這919 還有939 940 你看前幾名都是聯電殘龍 對 然後聯伐科 那殖利率跟銀鑑股差很多 所以老師也有建於 如此至少房價看起來 一時之間有泡沫嘛 可是你不知道是泡沫半年還一年 對 通常看到華紅燈之後是 代表確實是很熱 可是通常會有熱度會維持 以高檔維持一陣子 所以可能是半年後再來做觀察 好 所以半年後再做觀察 是 房價 在這邊跌不下去的情況下 殖利率又很高 好 銀鑑股來 我們看一下一蘭蘭股票 永信鑑好了老師 圈起來是不是 是 永信鑑老師我們圈起來 這邊量有出來 我們那時候就桌了 說法蘭好像有桌墨 對 這是一個很明確的 高點都比前面的高有沒有 拉回的低點都比前面的低 頭頭高底底高 就是一個標準的多樓形態 即便今天留下一個 留下一個比較長的上影線 它的形態 還是一個標準的多頭的這個 現在進行式的這個軌道 所以我認為拉回來 畢竟均線的位置 還是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 老師我們在錄影的時候地震呢 那要留意一下嗎 要留意一下嗎 有嗎 有有有 你很認真 這領域應該是我最安全的 因為 把帽子搶過來 把帽子搶過來 而且等一下逃生的時候 你們可能要在我後面喔 欸這不錯欸 衝中陷陣 呼呼 我剛才想說我怎麼暈了 對啊 我坐旁邊我怎麼可能會暈 對啊 你看到Coco怎麼會暈呢 怎麼會暈呢 對啊 我一直想說奇怪怎麼可能 我不可能被他吸引 對啊還是製作的關係 還是地震 是地震關係 這個梗不錯喔 看到Coco會暈船 只有一個原因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地震 地震 好不好 你們太壞了 看我前講一下都不知道 有沒有地震 幫你暫下一下 所以你看 銀建股建設公司很重要 要建一個很穩定的公司 對 應該說很穩定的一個建案 好不好 所以要找有幸運的公司 好不好 我們是不是要來多看兩檔銀建股 好再看兩檔我們去看一下 來 對我們來看一下這個5534的長紅 對那這一波也是蠻標準的 這個多頭 那目前漲到 你看收盤價是124 流上已現的 可是你看喔 他的去年EPS是6塊錢 他配息配了5.5 那個配息率87% 算很高喔 因為目前還有五個新的建案呢 今年會入賬 所以今年EPS反正就估了 直接10塊錢以上 10塊錢以上的情況之下呢 本益比其實是股價衝很高 但是本益比還是沒有很高的情況之下 所以投資性的買牌還是會出來 你看這個 這個 這個是 最近投信 投信的買牌 壓住的買牌 蠻多的 因為都質率很高啦 對 都質率不錯啦 另外我們來看一檔 另外一檔是2545的黃翔 黃翔也是 今天是留這個上影線 但是剛剛底部才起來 我認為是剛剛底部起來 目前量價也是同步的 沒有形的背離的這個情形 所以拉回均線 我認為還是可以稍微留意 基本沒有也是非常好 黃翔都跟這塊也是蠻輕巧的 尤其是捷運的共購仔 那個賣的都是蠻不錯的 好 這黃翔建設注意一下 這個銀建股看起來好像還有機會漲 因為這幾年都沒在賺銀建股 謝老師告訴我們獨家 我還不是苗栗頭份 獨家 漲那麼兇欸怎麼辦 他房地產好誇張 可是很誇張 有時候順勢而為 你不要亂做空 不要說我們這個有點泡沫 你去做空銀建股 千萬不要 好不好 要買就不要買 要就是要順勢做多 江老師的LINE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我們福利社通常我們都有三大保證 我們不去接業配 不業配 不主力配合 不講那些很奇怪 出貨給大家的股票 好不好 那我們其實我們的收入來源 基本上就靠你們抖內贊助了 靠大家了 因為一年我們大概是一兩千萬的一個製作費 可是大家有贊助 一百一千我們都開心 好不好 就跟大家贊助新台幣 新台幣好不好 不論怎麼樣最重要的是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周一道有周五 每周一道有周五 晚間八點上線 一三五解牌影片二十四教學影片 最愛這塊 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濫聯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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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喔這個很重要啊 拆生業我都親自降臨了是不是 鈴凱老師唱歌 然後歌神整個 劉欣宇 賣著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 走 走 走 二月一高 胖胖虎 想先爆 開始想打 走 哇 這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你怎麼會不這樣 你怎麼會不這樣 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有什麼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地的經驗真的痛 黑揚幾率 常會去世夢裡中 喔還能夠看多看空 瞬瞎球 我又跟著你左右 懷胸奔 懷一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信 風光故事不理 設定先告訴你 這倒中 還可以對不對 最最高 沙最低 誰有改掉這壞毛病 風狂股市負責解蠻裡面 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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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爛鐵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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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